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得了了 祝各位快乐 也希望我自己的小小的功德 从出家到现在 供养各位 有没有接到 你要说有 但是我的功德不算什么 来 随喜诸佛菩萨功德 所有道场功德 那我们随喜 我们就得到他的功德 但是我们得到他的功德 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什么 为了回向给众生 所以我想随喜 按照你的心态 如果你是为了回向给众生而随喜 那你的得到的功德 就变百千万一倍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 离苦的乐而随喜 那当然你也会得到 一点点功德 也说心脏越小了 功德越小 发心越大了 功德越大 所以各位 虽然我们个子小小 但是我们的心 可以无量的大 所以 你也讲 一切为心照 对 所以佛要我们 有一个广大的心态 就像现在的摄影机 摄影机把 可以把所有的 一切都融收在 它的镜头里面 那我们的心态 更是如此 而且现在 老实说了 今天的电视 也是卫星直播 这个叫神通 所以不管在各地方 它只要有一部手机 它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现场直播 所以各位脸就弄好看一点 旁边都在拍 为什么 因为会有很多跟你有缘的众生 就看到这个电视 我想缘分很特殊的 不见得它是个佛教徒 但是你有有缘的话 它突然那个画面打开 它就看到你的脸 所以各位要了解 佛教的道理 所以刚刚有念了 要发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呢 那就是无上心 就是最圆满的心态 什么叫菩提心呢 当然这个要解释很久了 但是简单的说 一个妈妈 对她的独生子 有了菩提心 为什么 我要好好的让你快乐 离苦 你不要生病 希望她将来都没有痛苦 所以简单的说 任何一个人 包括一只动物 都有这种悲心吧 希望 她所爱的人 关心的人 都能够 没有痛苦 充满快乐 但是 所谓菩提心呢 就是你用这一念心 去对待 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生命 包括一只小蚂蚁 包括抢过你钱的人 包括过去可能杀过你的人 对你来讲 你都愿意 他能够离苦得乐 而把这个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的责任 成为你个人的承担 那为了要承担 所有众生的离苦得乐 所以 一定要成佛 也为了要成佛 所以就会念 那叫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我们合掌念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就是把生命 达到最圆满的状态 我们要用所有的生命 我们所有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的 一切一切 去供养 用生命 去医子 去学习 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我想 那为什么我们要 故意本师释迦牟尼佛 是因为 我们跟所有佛陀 有一样的 念一下 佛性 这一点最重要的 佛教徒经常听这一句话 佛陀在菩提树下 成佛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其在其在 一切众生 结局如来 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 执着 而看不到自己的佛性 所以各位 我现在问各位 各位有没有佛性 那从今天开始 就用佛性过生活就好了 这个就是当下成佛 什么叫佛性 没有欲望 没有生气 没有骄傲 没有怀疑 只有悲心 只有菩提心 而且了解一切平等 万法皆空 那这就是佛教 所要修行的目标 在我们汉寸佛教 叫禅的意思 乃至呢 在菩萨道 那就是要我们保持 一个菩萨的心态 那这个难不难 事实上有一句话 这个世界离我们最远的 就是我们的心 跑到外面去 所以你就找不到你自己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海大法师 你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我以前是个基督教徒 我们有一句话叫 我找到了 我今天还特别去 我们这边最大的教堂 我进去那边就很熟悉 那是我的地方 因为我认为 学佛的好处以后 你不会排斥一切 你会觉得 你跟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 没有分别的 那这就是学佛的好处 叫空性 什么叫空性 没有我 只有你 离开你 没有我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你那一边 就是我那一边的 没有分别 我就是太阳 我就是水 等一下 我就是澳大利亚 所以你们来这边了 各位相不相信 你过去是做了好多事的澳大利亚人 相不相信 因为生命轮回的 所以你才会来到这边 然后跟一个你上辈子在一起的人 又在一起 就是你先生 你太太 生一个上一辈子 你最爱或最恨的 那叫你儿子 或是女儿 那养一只你上辈子也最爱的 那叫狗狗 他现在做狗了 但是你继续还抱着他 所以而且住在你过去住过的房子 不然你不会回来 所以这个叫轮回 那为什么我们会轮回 因为执着 执着那个地方 执着那个人 那是因为我们跟中国有缘 我们跟香港有缘 甚至你 你可能跟马来西亚有缘 所以你会在那边先投胎一下 去结完这个缘 不过最大的福报 我们要自己随喜 好在我们会讲中文 为什么 所有最好的经典 真理 都翻译成中文 南传的巴黎文 藏传的经典 都很好 但是没有我们中文的 三藏舌部这么浩瀚 所以我们出家人很想闭关 要把这个藏武 就是三藏十二部中文的经典 看完十年 十年 不然你看不懂 当然也不需要 一定要全部看完 重点是抓到重点 但是如果你不懂了中文 那就有点可惜了 但是各位要慈悲 因为你懂了中文 把你懂的佛法翻成英文 好不好 这就是目的 所以我经常 我十五年前 好多次来澳大利亚 现在过了十五年 将近老了 又回来 但是我现在的想法不一样 我是回来报恩的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我的亲人 我相信我去蓝山 我就走过原住民 我相信我看到监狱 我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英国罪犯 我看到这边有战争纪念馆 我一定是参加过打仗 所以不然我不会有机会 踏到那个土地 对他有感觉 所以我想所谓空性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你看到对方有感觉 所以今天经过那个古监狱 我就一直拍照 一直拍照 刚刚就写牌位 好熟的地方 我一定在里面观过 所以我每次在台湾 马来西亚 我最喜欢去跑监狱 因为我回到监狱 我就觉得很快乐 很快乐 很奇怪 监狱的寿星人看到我也很快乐 所以有个老儿上说 你不知道你坐过监狱头啊 我说一定像 我看到他们就很兴奋 因为他们最需要佛法 我从一个监狱关的人出狱了 然后又回来 不管是过去世吧 我就有机会把 让他们出狱的方法 离开监狱的方法告诉他们 而且我去监狱里面 要跟他们讲个题目是什么 对 今天就出狱 相不相信 我讲的是心 心出去就好了 肉体留在这个地方 但是内心自由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你在被关 那讲的是身体 你的心谁也关不了你 就算你去外面 然后你心里执着 那你天天被关在那边 所以我想有一句话叫 贪嗔嗔痴 三毒不除 六道监狱永远关在那边 所以各位 如果你了解佛法 你愿意不再贪嗔痴 那会不会当下自由啊 会不会 拿摩本师 看你拿不拿摩 现在是拿摩儿子 拿摩老公 拿摩公司 拿摩澳大利亚钱 所以你不自由了 因为你把生命的这种快乐 一直在这上面 那你就会很痛苦 很痛苦 就像天气 就像股票 就像政治 就像身体 二十小时都在变化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 你把归会变化的东西 苦不苦啊 一切都在变化 偏偏你跟你老公说 你不能变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一个女孩子 每天照镜子 Hello 你不能变 不能变老 不能变丑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不叫你们的解脱 念一下 解脱不用等未来 解脱的种子在心里 解脱的种子在心里 请问极乐世界在哪里 也在你心里 你放下了 你不是极乐了吗 你原谅对方 你不是极乐了吗 你去河边 救两只小鱼 你去做一场 布施烟共 我这次从雪梨来 他们很好 带我去浑木区啊 那是我最爱的地方 因为去那边 可以慈悲 可以关心他们 而且做了一场 我边坐边往后面看 他们烧了四大河 天哪 警察会不会来 大家好冲动 全部丢下去再说 因为他觉得 布施这些食物 给这些往生者 他们好喜欢 但是他们给我说 你放心放心 报备过了 报备过了 我说报备过了 稍那么大 他大概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还是成功了 因为把这个甘露 布施给他们 并不是要他们吃到东西 而是要他们呢 体悟到佛法 老实说 请问 一杯平凡的水 你给他念大杯咒 会不会变大杯观音菩萨的咒水 记住 太伟大就是这个地方 一杯平凡的水 可以变成佛的水 你只要 所谓咒 什么叫咒 佛的心叫咒 你不管你念什么咒 你要保护你的心 跟佛一样 这个叫念咒 所以你念大杯咒 那你就把观音菩萨的心 放到你心里面 这个叫念咒 这样了解吗 所以曾经有个居士跑来说 师父 我已经念一遍的 欧玛尼勉勉弘 我说我看你一点都不慈悲 你可以投胎到阿拉伯世界去 因为你只在算数字 你并没有修一遍的大杯心 我说不要一遍 你修一千遍的慈悲心 就够伟大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所谓 我看有个日本博士 他说 各位看过书吧 叫三三什么 他说水 如果你给他讲 你好漂亮 我好爱你 他水 结晶就好美 对不对 试试看 今天晚上回去 买一颗钻石给你太太 他马上变钻石 他从头到脚都变钻石 因为你的心态会改变 所以各位要了解 所以你的心态 刚刚讲到念咒 然后你愿意用佛的心去念咒 然后那个水 那个米 那个花 那个食物就变成甘露 那个往生者的牌位 本来在地狱 恶鬼道 他会不会感受到净土 念一下 慈悲就是超度 所以超度没有定法 不能说 修什么修什么 修什么是为了 保护我们的心 用悲心的光明去消除 他的黑暗无名之作 所以慈悲才是超度 一个老菩萨什么字都不懂 甚至一个不会讲话的人 他用悲心站在牌位面前 请问牌位会不会感动 这个就是超度 比如说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个印度庙 他们因为他们的圣像要开光 我也不知道 那个印度庙 印尼的 特别要我们去 后来就问 他为什么要我们去 他说 那位法师经常在放牛 所以 他们 印度教说 这个放牛了 来帮我们开光可以 大家随喜一下功德 我们这十几年来 已经救了多少头呢 来 两万八千头 对对对 你赶快赚 两万八千头牛 所以因为他找我们 这个爱牛的人 去他们印度庙 印度庙不杀牛了 所以我们去那边念大沛 他们里面印度人 有眼睛看得见 他说 你们念完 这附近的牛 跑了很多来都超度了 所以他们认为说 因为他们不杀牛 所以死掉的牛的魂 会来到那边 为什么教堂里面会有亡魂 因为圣母玛利亚 耶稣基督有爱 所以我想 当然我讲这个 我顺便提醒各位 如果你是个 修慈悲心的人 你可能经常会感受到 众生的苦 用你的身体 有时候会头痛 有时候会拉肚子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一天要写十几张牌位 一下眼睛痛 早上从雪梨 刚到机场就拉肚子 我又没有吃坏东西 所以 这不是他要害我 我想 是因为他喜欢你 因为 你有悲心 但是各位 这样苦不苦 这个叫观音菩萨 你要受苦受难 你才可以救苦救难 如果你怕苦 那你不能修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在苦里面帮助众生 越苦越爱他 就像一个妈妈 从怀孕到生到养育 苦不苦 就是因为苦 所以爱到心里面去 这一点记住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 你才会真心的疼起他 那我们现在只关心自己的苦 那就变成自死了 所以佛教里面讲的空 什么叫空呢 空就是 你跟万事万物都连结在一起 就是产生关系 如果一个人有神通 你知道 原来坐我隔壁 那个人坐过我妈妈 像我这一次带团四十九位出来 有一位菩萨问一问 坐过我妈妈 坐过我爸爸 我说我要跟你跪 但是他就说 怪不得我那么在乎你 他不是跟我谈 他就是说怕我没吃好 怕我干嘛 他整天都在烦这个 因为就是坐过我爸爸 又坐过我妈妈 又难又你 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缘分 他就不想要关心你 就是这样很简单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缘分 那也不会在同一部车里面坐这么久 所以佛教里面会说 五百事修着同船渡 一千事修着同桌 坐同一桌呢 所以有一次我在美国 西雅图的机场 要坐到别的地方 然后没有吃早餐 那他们到那边 办好了再买个披萨 结果买个披萨 没位置坐 哇那边客满 那几班飞机客满 那我们几个出家人不知道坐哪里 那我又拿了披萨 又不能站着吃 后来我就看 远远那个地方好像有一桌 有几个空位 不过那个桌可以坐六个人 但是已经有一个女士 外国女士坐在那边 那我想可以坐吗 他有其他人吗 结果我眼睛看他一眼 他就看我一眼跟我微笑 一直说来了 可以坐了 因为我看他的眼神很好 所以那我们就找了三四个 赶快赶快赶快 那边也可以坐 结果我一坐 他对面有个位置 他先生的 我在想我有东西 那我们这边坐 然后他就一直看我们在吃 他看了眼高兴 我看他 他也看我 这个眼神好熟 然后师父你是他先生 然后这四个都是你儿子 所以我们一家又坐在这边吃饭 所以他很满足 这个妈妈看到这些流浪的儿子老公都回来了 他多满足 他就边看边笑这样 因为那他是外国人 结果走了以后 我就把我一条最漂亮的脸珠 碰到老婆了 就弄得很漂亮 送给他 送给他 他突然把这边打开 一众观音谱 外国人 可能是美国人 原来他拜观音 手又打开 来脸珠 为什么 所以这个叫姻缘 所以我很安慰 原来他在修行 所以各位 那是老实说了 他要走还一直都看我良言 因为他是女人 自然有这个心态 所以各位你要相信 真是如此 一点不假 所以我还没有讲完了 结果进到里面 要继续等飞机 位置也不够 我们吃完了 跟我找一个位置 另外一个法师 就出在这边 突然坐一个老人 外国人又坐在他旁边 这边坐一个男的 我兴趣又来 我看这个 这个女士很老 看到我们战和法师 就一直笑 一定跟他有关系 我就问另外一个法师 他说 他阿嬷 那我说坐你旁边 我爸 他爸爸 各位 这个叫缘分 然后前面有三个印度女人 一直在聊天 其中一个眼睛 瞄我一下 好美 她的眼睛很美 但是她就会看我 我也会看她 我要找她问一下 刚刚那个印度女人说 你太太啊 不然你瞄她看嘛 她瞄你干嘛 各位 这个叫缘分 我这个人很有福报 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相信这些 我才出家了 所以走到哪里 我不敢得罪任何人 你得罪的人 有可能都是做过你亲人 所以我现在都不会打瞌睡 坐飞机 我一定要帮他们祝念 飞机上前 飞机后面的人 现在有一次 我不知道坐哪一个航空 那个应该是中东的人 回教徒的一个空中小姐 我不小心睡着了 那天没睡觉 她拿个毯子帮我盖 我醒过来 怎么又帮我盖毯子 一个女生 结果我看她一眼 眼睛也好美 大概我这个人 娶的太太都是眼睛美的 因为我最爱我妈妈 我就是我妈妈 就是眼睛很漂亮 所以每次人家跟我说 你教你朋友有什么标准 就眼睛跟我妈 一样就好了 当然了 那位空中小姐 过去就是我的妾 小妾 所以各位 这叫缘 没有缘你不会 她不会端个东西给你喝 她不会给你盖被子 谁会给你盖被子 不是你妈 就是你老婆 今天 所以我鼓励各位去祝念 任何人往生了 你去祝念 她没有做过你爸爸妈妈 你没有机会去祝念 你没有机会去祝念 谁能够去祝念 儿子 所以各位相信就好了 所以赶快跟你隔壁的人 看一下 妈 还是爸 不然坐你隔壁干嘛 所以 老实说各位你要了解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是连结在一起 万事万物互相依靠 互相有关系 所以要把握因缘 佛陀就是讲这个因缘所生法 但是佛陀讲的法是什么 佛陀有一次跟安安 佛陀跟安安出去 佛陀就跟安安说 安安啊 天空有一只乌鸦 你没有看到 有啊 安安 我跟你说 你现在先回答我 把地球万事万物都切成很薄很薄 一片一片 可以切多少 佛陀说 安安说佛王我没办法回答 就算我有神通也没办法回答 太多了 佛陀就比那只乌鸦 那只乌鸦做过你妈妈的次数 超过地球切一片一片的百千万倍 安安啊 你相信不相信 安安马上就哭了 佛陀说 你一定要相信 地上里面的 河里面的鱼 任何一个人跟你坐在你隔壁 坐铜电梯 坐高铁 坐飞机 没有缘 他不会坐在你隔壁 但是各位 我们学佛的人是超越宗教了 也叫 以心传心 对 所以你隔壁坐的是非洲人 坐的是西班牙人 你不能跟他讲话 但是你的心 奥阿弥陀佛 爱他 奥阿弥陀佛 希望他将来可以去极乐世界 祝福他健康 要这样修行 这个是大乘佛教最重要 所以我师父才能跟我说 出家出家 不是跑到山里面自己住 变怪怪的人 出离自私 走路大家 融入于世界 所以我师父在世的时候 包括我师公 你要跑遍世界 而且哪几个国家 我师公没去过 他一定要我跑 他有个说 海涛 师公死了也跟你跑 因为那时候他年纪太大了 他说他不能跑了 所以我在不单的那一天 中午 我刚好在拜不单的 最大尊的佛 一生释迦牟尼佛 然后拜得很认真 后面有人打电话 然后跟他讲 跟师父讲一下 师公 正话让我死报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心里一掺 我刚刚在拜的时候 还在想我师公 他就来了 他自由了 所以一个修行者 死亡对他反而是自由 脱离这个五蕴的身体 执着的痛苦 他自由 我马上感受到 我师公来了 我觉得师公 现在自由了 走了 免车票 免机票 所以我不会觉得伤心 就像我妈妈往生 是在今年年初 我刚好在尼泊尔 去一个孤儿院 那边救了很多 可怜的小女生 所以各位以后多帮忙这个事情 因为尼泊尔 他们也不堕胎的 又穷 因为他们印度教 然后生了很多很多的小孩子 男生呢 就送他去寺庙 那女生呢 卖掉 尼泊尔女生 他也不读书的 卖掉 多少钱 两百块美金 卖掉以后 不知道他干嘛 搞不好就被人家欺负 这些 所以我们在那边就救了很多女生 然后让她读书啊 让她学中文啊 学英文啊 我没有勉强她要学什么样宗教 我都告诉她 你要学什么就学什么 今天我们负责的战日法师都有来 她在那边 但是那一天 就在我妈妈往生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前面一个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 眼睛很漂亮 为什么 像我妈的眼睛 所以我就觉得 什么我妈 好像我妈妈在看我 结果他们手机 就拿来给我 师父 你妈妈往生了 就在那一刻 我也没有哭 他们会觉得我会哭 我只是觉得说 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了 她现在自由了 她一辈子生病 她现在自由了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 用我妈妈的名义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尼泊尔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功德 很多寺庙 都替我妈妈在修仪轨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这个 让我妈妈真正享受快乐 做人 争苦 生病 照顾家里 老公又跟她合不来 我妈妈不爱我爸爸 她从结婚那一天就不爱她 因为我爸爸很有钱 很帅 但是我爸爸娶她是我祖母的命令 我爸爸的爱人是一个日本人 还生了一个小孩子 但是我的祖母去 台湾人喜欢拔杯 一翻两瞪眼 然后她说 她要我爸爸娶 娶我妈妈 所以 当然跟他们两个之间 就没什么爱情 而且 一个是外国留学回来的企业家 一个是乡村里面 一个不太会读书的女生 虽然长得漂亮 这样结合 所以对我来讲 这是我的好处 为什么 所以我对男女之间 没什么希望 因为我从小 看这些长大了 而且我是老三 老三到老三 已经没遗忘没爱情了 是强迫生产 所以 这样也好 只是我从我妈一句话 我说妈妈 你怀疑我有没有痛苦 各位要发这个愿 不管你到任何母亲的肚子怀疑 都不要让她痛苦 我还问我妈 那你生活的时候 有没有痛苦 我妈说 送到医院就还没有 啊就跑出来了 我说妈妈妈 阿弥陀佛 我不让你苦 所以我这辈子最在乎的 就是我妈妈的痛苦 一点点都不行 所以我心很软 那是因为她教我这个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如果你要修慈悲心啊 你能够很 对你爸爸或你妈妈 非常非常的孝顺 心很疼 这才是修慈悲心最好的主缘 不然你不知道怎么去疼别人 就不舍得她痛苦 但是如果你心中 没有孝顺这两个字 你要去修慈悲心 那很难 所以我想对我来讲 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妈妈生病 然后呢 我又结婚 生儿子 儿子也很容易生病 让我这个人心很脆弱 我觉得我赚了再多的钱 好像都没有意义 我只希望他们不要痛 这样就好了 不要哭 但是话又讲回来 等我懂了佛法以后 我懂佛法是因为 我妈妈得癌症 送到医院 那时候是胰胀癌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我没有真正了解佛法 那后来有人送我一部地藏经 他说你妈妈生病 你要帮她消业障 我还这样听呢 叫我送地藏经 结果我妈妈那时候痛到 一下发烧一下发冷 然后三经半夜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医生呢又拖 慢慢来慢慢来 所以我只好跪在地上 为我妈妈送地藏经 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气开痛 但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应 当我在念地藏经的时候 我妈妈所有的痛就停掉 所以我不敢停 我第一次要念的将近三个钟头慢慢念 我都没有停 但是我妈妈那个时候都没有痛 这是我一个累世很大的善梗 可能累世我修了很多地藏经 所以我念的时候有这个感应 我看我妈妈就很平稳 所以我就不敢起来 我就一直在那边念 等我念完以后 我要站起来我都会怕 万一我站起来我妈妈会不会继续痛 所以我就发愿 我说我读完地藏经 我就发愿了 我要随地藏菩萨这样出家 发这个愿 广度六道众生 因为为我妈妈 我什么都发得出来的 然后等我发完愿 我慢慢站起来 我发 我就发现我妈妈就睡到天亮 但是睡到天亮以后 隔天醒来 我妈妈就吵着要出院了 医院不同意 因为警察明明是严重的 一定要开始化疗了 但是我妈妈说 我现在不想住在这边 我要回家 后来没办法 我爸爸也同意 我哥哥同意 医生也不得不同意 他说好吧 你们三天以后再回来吧 结果我妈妈回家以后 都没有感觉到痛 各位这个故事 你们不知道听过没有 我在网络讲了几百遍 你们没听过 所以我妈妈就拉着我的手 因为我吃素是因为我妈妈 她生病 我那时候是个很喜欢抽烟喝酒 爱赌博 赚钱的男人 花花的男人 那是因为我妈妈病得很厉害 有人叫我吃素 结果喂我妈妈我当然要发愿 好我就吃素 结果我发愿一吃素 烟瘾不见了 原来我开悟了 我太太我只要抽一根烟 她罚我一万台币 我都OKOK你罚吧 只要有烟抽 戒不掉 打死也戒不掉 但是喂我妈妈吃素 我居然烟瘾也没有了 而且我妈妈就舒服一点 所以对我很好 所以我妈妈 她拉着我的手隔说 阿姨啊她叫我的俗名 你替妈妈发愿我知道 你发的愿你要记得做 我会会会 妈妈不知道我发什么愿 后来还说你发什么愿 出家 我妈妈哭啊一直哭 我说妈妈 出家我已经了解了 那是一种快乐 是一种就像你不生病的快乐 或许你会疼我 觉得我去出家受什么苦啊 因为传统都认为出家是 是很歹命的人 对不对 然后做苦工的人 然后没饭吃的人 就像我小时候看到出家人 我说完蛋了 这些人都跟死人在一起 我怎么看到他 所以以前我很喜欢赌博 一出门看到出家人 这下惨了 今天不用赌了 所以在香港而已 出门看到出家人 这下倒霉了 传统的观念就是这样 所以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 你要相信我没有苦 没有你 我还出不了家 因为你这样 我很有理由讲 我太太也是很孝顺的人 她也不会反对我 当然她到现在 老实说了 女人就是女人 我出家将近三十年 她还是没有放下我 为什么呢 就像一个女孩子问我说 师父我嫁不出去 我说你不用嫁了 好男人都出家了 你去哪里找了 懂佛法 真正懂佛法的男人 还不出家 她就有问题 是不是啊 所以 当然我太太很漂亮 我妈妈跟我说 那你出家怎么办呢 她嫁别人要这么有钱 那你儿子要叫人家老爸 我妈妈就一直哭 我跟我妈妈说 你相信啊 我有信心 她嫁不了别人 没有人比我帅 不是外表的问题 因为我要出家前两年 真的是对她很好很好 之前对她很不好不好 这样 因为我要出家了 如果我不能留给她 一个圆满的心态 虽然她不舍得我出家 她想到我 至少还保留一个 学佛的上根 所以 当然 我那两年 我用尽办法来对她好 来弥补我过去对她的不好 也来留给她 我出家以后 想到我 她就觉得 出家 那个人不错 就像我爸爸 我妈妈 全世界的出家人 她都不相信 但她只相信我一个 所以我必须做到百分之一百的孝顺 她在很痛苦 动药的时间 她会找我 这样 所以我讲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说 一个学佛的人 不见得说你要跟别人说 你是佛教徒 但是要让你周围的人 从心里面佩服你的人格 然后因为你的人格的圆满 而了解 因为你是拜佛 学佛的人 所以她就对佛法产生好印象 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断人上根 如果你做太太的 你先生有外遇 结果你虽然在学佛吃素 你天天跟他吵架 甚至离婚 你的儿子可能不会成为佛教徒 因为他认为妈妈可能错了 或者爸爸错了 等等 他心里面 对佛教徒没有好印象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 你修哪一宗哪一派都没关系 坐飞机不要打瞌睡流口水 吃饭的时候到别人餐厅 你要把餐厅碗筷弄干净 到别人家睡觉 你要把他厕所都弄干净 当你要离开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佛教徒 所以我刚开始跑来跑去 以后我师父要我跑来跑去 我都会自己拿枕头巾 就像饭店一样 我这边还有一条巾 免得把人家的棉被弄脏 所以棉被也不要把它弄脏 枕头也不要把它弄脏 浴室的毛巾一条我都不敢用 我都带自己的 走了以后还得把它清干净 留给对方一个好印象 这个叫什么 佛教徒 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 每天我们睡饭店要离开 我都挂着 请勿打扰就不用整理我的房间 但是我走的时候 一定是小费特别多的人 我会留一个 因为这边澳洲可能没有 到日本到美国 有时候还会留巧克力 所以我都会去外面看那个服务员 他是哪一个国籍的 如果他像个华人 我会送一条炼主 他像外国人 我会送一个精致的 加一张钞票 对不对 而且要大张一点 然后他就会说 嗯 那个人不错 这就跟出家人 种下一个善根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各位 学佛首先第一条 就是不要伤害到任何人 不要让别人 因为你的存在而印象不好 不管什么时候 特别在你被欺负的时候 你还可以表现得很好 你可以度他 所以释迦牟尼佛 都是在被魔 被外道欺负的时候 而度了对方 让对方感动 所以佛陀说 忍辱的功德 超过于不失百千亿美金 忍辱的功德 超过于持 圆满清净界的功德 你修忍辱了 所以你也讲 忍辱是力量 慈悲是武器 各位定下你的生命的戒律 听佛法 要把这个法 如果你觉得 是有道理的 是佛陀说的没错 你要像 像什么样的 卡在你心里 印在你心里面 不能让他放掉 所以佛陀的时代 为什么阿罗汉 七天就可以证阿罗汉 乃至至少到森林里面 打坐三个月 第二就可以证阿罗汉 为什么 他们归依佛陀的信心 不改变 因为佛在那个时候 展现了神通 像好庄严 让这些出家弟子 在家弟子 生满了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所以佛陀跟他们说了以后 他们永远印在心里面 不敢用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念一下来 只有佛法 没有想法 不要再想 我想我想你想什么想 你要说 佛陀怎么说 我怎么做 观音菩萨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你不能说 我看肉还是可以吃 葱蒜也不错 等等等等 我说对不起 翻佛经 你看到哪里 你就坐到哪里 你还没看到那边 你看到那边 你就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特别在这个末法 最难的就是什么 来 依教奉行 这个叫实修 实修不见得是 闭关啊 那是一个方法 实修 是你要把佛陀的教法 用在你的生命 待人接物 对待世界 一只蚂蚁 在你的洗脸盆 你都不能把它冲掉 你宁可 就像各位你在洗澡 把肥皂都弄好了 就满身 地上一只蚂蚁 你要先保护它 你不能先 算了 干脆冲掉 这个看你悲心到什么阶段 现在我聪明了 我一定是先检查才行 当然在饭店没问题 但是很多局势 我去美国 到很多地方 他们会把那个 没人住很久的房子 师父给你住 搞不好有鬼 不然叫我住干嘛呢 所以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这一间 我到马来西亚有一次 饭店老板亲自招待 指定我睡那一间 那你就知道我意思了 后来我走了 局势跟他说 师父 你知道吗 我说你不会跟我讲 我知道 他说那边有人跳楼 我说我知道 但是各位你不能说 那我不要住 那你老板就度不了 此时才是修行 一个人爱打瞌睡 有人跟你说 这个房间有鬼 我看你不会睡 一定 阿弥陀佛 你没有这些对境 你怎么念呢 就像我没有我妈妈的苦 我怎么会修行 我怎么会看地藏经 怎么认真 我怎么会发愿出家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各位 不要怕痛苦 不要抱怨痛苦 痛苦是觉悟最快的助言 你还没有出家 因为你苦的还不够 我苦的很够 我苦到心里面去 因为生了儿子我也很苦 看我太太生小孩 我就吓坏了 我就跪在地上 我这辈子不要再生小孩 并不是我不爱小孩 而是因为太苦 我太太很勇敢 医生说 要她剖腹生产 因为造了那个 太重小孩是太大 四公斤八 对不对 四千八百公克 那不能生的 要剖腹 结果我太太说 她不愿意 她要负起母亲的责任 她要自然生 然后我在旁边等 我是在快发疯了 我以为我在屠宰场 这边叫叫 那边叫叫 这边不叫 那边叫 我太太那个痛 把那个人家床的铁 就都快拉断了 你看 所以各位男人 回去好好抱你太太 太伟大了 所以我跟我儿子说 我等我儿子慢慢长大 我是在我儿子 六岁半的时候出家 之前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儿子 爸爸会跟你说 你打成肉酱 都要孝顺你妈妈 因为妈妈是用命 给你换过来的 而且我第一次去参加这种 这种出生打法会 我才知道什么叫 一公分 两公分 三公分 天哪 怎么不赶快变成十公分 裂开 所以老师说 各位太太 你也不要怪你老公 他参加你的出生大法会以后 他已经对你不敢有欲望 他已经把你拜拜了 因为 因为已经怕死了 所以我觉得 当然很多女人 我怀疑以后 我老公好像不太常回来 因为他已经把你供起来当圣母了 因为你是孩子的妈了 不再是他性感的小女人了 你的地位提高了 知道吧 所以因为我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后 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 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率 然而 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 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 就松懈了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 有同样的重要性 防疫没有特效药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COVID-19疫苗 都要戴好口罩 正确洗手 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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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丘问言 今此天子 以和叶缘 得身天宫 我言 本在人中 造佛讲堂 有始善因 命中升天 来自我所 感恩共养 从文说法 或须图还 二十 社会国有依骨客 远行商骨 生死不还 母养妻子 妻子长大 妇于远去 祖母远 如妇远去 生死不还 如墨远去 当于尽处 在世作事 即奉其赤 便于世中 坐于孤寺 而坐念言 此成人名 西皆请佛 我今新造设意 亦当请于如来 便往请佛 佛来致意 而白佛言 我以此色 供养如来 至今以后 入城之时 洗手洗波 横向抹射 其后命中 便身天上 来致佛所 佛未说法 得须图还 比丘问言 此天喜日 以何夜缘 得身天上 佛言 本为人时 星座四射 请佛着衷 成此善业 今生于天 又于火索 文法火爆 华人造身方 欢喜而用诗 感宫殿庄严 五欲皆具足 师屋得色彩 宫殿及眼力 宝藏 西隐满 众聚 随所欲 父师乌世成 亦语诸美味 为神 在所知 虚设 随其非 师屋 乌世者 后世所指安 公管 朱所居 世事 严聚足 若以田地师 得花果流泉 若师以良田 得仓库引益 如比比求者 各个随所欲 花果及清泉 爱与善安慰 若以圆领师 常获圣妙果 一切所阴影 心安无热闹 众人所爱乐 眷属西具足 无怒人爱见 一切所辉扬 后生高尚子 其师元素者 造册除众慧 后无便利患 身心常清静 见者莫不欢 原是离诸垢 究竟获大安 是乌射者 离诸恐怖 得安也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